北市百貨餐廳保齡茶室爆發食物中毒疑云 目前已經累計9例不適個案 2例死亡 衛福部資訊處長 同時也是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的李建章 今天就在臉書發文表示 這起符合群聚、食物交集和類似症狀的3元素 可以定調為集體食物中毒案件 並且指這會是炒飯症候群嗎 那什麼是炒飯症候群呢 原來煮熟的米飯放在室溫上超過2個小時以上 就有可能導致一種特殊的細菌 稱為仙人掌桿菌 而仙人掌桿菌有包子耐熱的特性 即便是炒過之後也殺不死 等到我們吃進肚子裡頭的時候 有適當溫度 這些包子就會萌芽並產生症狀 因此醫師提醒 放在室溫過期的一些米飯及澱粉類 即便是加熱之後 還是可能導致食物中毒 最好把它立刻放進冰箱裡頭 才能避免炒飯症候群的發生 但病菌可能也不止一種 有醫師推測 可能是米酵菌酸 這個米酵菌酸產生之後 要煮很久才能把它去掉 是一種強烈毒素的污染物 會造成細胞呼吸傳遞鏈中止 導致患者產生嚴重的中毒現象 我們腎臟科醫師江守山也指出 米酵菌酸產生之後 一旦發生感染 會造成你的呼吸鏈中止 不只是肺的呼吸 而是細胞的呼吸作用 會因為毒素無法進展 病人就會產生很嚴重的中毒反應 最後我們的細胞會因為得不到氧氣的供應 細胞就缺少能量而死亡 而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台北市議員許家培 也在臉書質疑 北市府緊急事件的應變及訊息的傳播 顯然有待加強 他質疑從事發到現在 其實沒有看到蔣市長對於此事 有任何公開的發言提醒 不管是蔣市長的臉書 LINE也沒有看到任何的提醒訊息 只有一篇在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北市的衛生局有發布一件新聞稿 對此腳安安則回應 不論是罕見的細菌 或是燕氧菌所產生的毒素 又或者是其他人為的因素導致 衛生局都已經夥同食安官 疫調人員以及檢警來進行調查 希望可以盡快對外界說明